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愈演愈烈 尽管中方一直积极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 但越南政府似乎并不买账 反而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就在中越关系陷入紧张之际 越南国内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紧急情况 不得已 越南政府开始主动寻求中方的援助 2023年初至今 受天气异常变化影响 越南全国降雨总量低于往年平均水平 越南北部有11座水电站因河流水位过低而被迫停运 部分河流水量甚至不足正常水量的40% 再加上燃料供应面临严重困难 今年越南电力供应困难重重 5月6日 越南中北部地区出现了44.1摄氏度的高温 打破2019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温记录 许多民众开空调解暑降温 造成用电量急速飙升 越南政府还呼吁民众将空调温度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上 以减轻供电紧张的局面 为了应对高温导致的高用电量 河内从5月31日开始比平时晚半小时开启公共照明 并提前半小时关闭 同时将一些主要道路和公园的照明强度减半 不得已 越南政府开始主动寻求中方的援助 据央视新闻报道 5月23日 在广西防尘港东兴市 广西与越南正式签署了110千幅深沟至盲街联网工程 购售电协议 此次重启送电工作时时隔7年以来首次恢复 将大大缓解近期越南北部因干旱带来的用电紧张问题 根据协议 此次对越送电主要供给 越南盲街市一带 从2005年到2016年 广西通过中越电力联网 共向越南送电超11亿千瓦时 近期在电力供应面临紧张局面下 越南提出恢复联网购电的需求 然而中方的善意不仅没有得到越南政府的回报 反而引来了越南专家的抱怨 越南能源研究和绿色增长中心主任何登山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中国重启了向越南供电 但仍然无法扭转未来几年 越南国内电力供需失衡的局面 何登山指出 眼下越南依靠煤电燃电的发电方式 正面临许多困难 近期以来越南的降雨量又较少 导致水电供应的方式也无法派上用场 他坦言 鉴于中国云南 广西等濒临省份也开始进入用电高峰期 所以越南政府很难在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来自中国的电力 考虑到这一点 何登山强调 未来越南仍需要自己去克服挑战 将中南部电力向北部供应 并开始寻找新的电力增加发电途径 何登山将这番话说得十分委婉 但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指责之意 何登山认为中方提供给越南政府的电价过高 已经超出了越南政府的预期 这是不合理的压力 然而何登山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此次向越南提供电力 是一种经济往来贸易行为 并非是单纯的做慈善 也不是强买强卖 而越南政府在签署协议时就应该知晓价格 所以即便何登山抱怨购电价格太贵 也怪罪不到中国头上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 越方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关头 主动向中方提出援救请求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电力不足已经影响了越南民众的正常生活 也给越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巨头 造成了严重的亏损 在靠近河内的北宁省和北江省 三星 佳能等大型跨国企业 都在这里的工业园区设厂 生产电子元器件多采用大容量机器 对电力的需求量很大 但从6月初开始这里也开始出现了断电 越南欧洲商会副主席布夫莱表示 停电已严重扰乱到工厂的运营 他建议越南公贸部应采取紧急措施 以避免越南作为可靠的全球制造中心的生育受损 为此北宁市和北江市政府除了呼吁节电外 当地还出台临时配电措施 白天生产优先用电 晚上生活优先用电 有紧急订单需要完成的工厂 可以申请在凌晨0点至5点进行生产 这个计划暂行至6月底 此外 据越南媒体报道 在中部的伊安省 一家养机厂因为突然停电 机设里的发电机无法及时启动 为换气扇供电 一千多只即将上市的肉机 因高温休克死亡 给这家养机厂造成近一亿越南盾的损失 有媒体报道 不少越南企业 已经紧急向广东企业采购二手发电机 越方一边从中国购电来稳固发展国内经济 一边却抱怨购电价格太贵 进一步凸显了越南政府建立妄议 以愿报得的丑陋嘴脸 同时 越南政府虽然在缺电问题上有求于中国 但他们并不打算在南海问题上放弃挑衅中国的行为 考虑到这一点 越方担忧中国突然断供 因此河登山才呼吁越方需要自己克服挑战 当前南海局势高烧无退 但越南政府不仅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 反而还联合菲律宾 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 此前在印尼举行的第42届东盟峰会上 越南总理范明正便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达成共识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合作 但眼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 越南政府应当考虑清楚 与菲律宾共同挑适的后果 自己是否承担得起 如果越方仍执迷不悟 那么总有一天他们会自食其国 其实中国也经历过电荒的局面 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 东部沿海地区激增的用电量 一度也让国家的电力供应头疼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提出 每年需要新增1000万千瓦的发电量 作为第一经济强省 甚至提出要自己新建发电站 但不少电力专家建议 花钱新建发电站 不如把云贵几个省的电力调配过来 但云贵的电力局算了一下账 以当时自己的发电量还不够1000万千瓦 于是有位懂电力的领导提出一个方案 是不是可以进行远距离跨省调电 穿于云贵几个省的水利资源发达 集中了中国80%的水能 内蒙山西等地的煤炭储备充沛 完全可以把整个西部赋予的电量 调配到广东乃至整个东部 再建立几条横向连通东西的电力网络 整个中国的电力资源就能一下子盘活 很快一个叫西电东宋的国家工程正式上马 摆在建设者面前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上千公里的两地如何传输电流 中国东西的地理跨度超越上千公里 电能很容易在传输的过程中损耗 电缆还要经过各种高温 酷寒地区 传输过程中如何保证电压稳定就成了难题 中国的工程师经过十多年的反复实验 终于独立完成了电力传输的特高压技术 2010年第一条特高压输电线建设完工 根据国家电网提供的数据 1000伏特高压可以输送6000万千瓦的电能 可以输送5000公里 过程中的损耗只有15% 2015年 中国就在巴西美丽山建设特高压输电项目 一条2500多公里的输电线 跨越了81个城市 巴基斯坦、柬埔寨多国的中国基建背后 都有中国特高压供电技术的保障 解决了技术难题 中国还及时调整了电网架构 为了统一电力的分配 2002年起 广东、广西、海南以及云贵 五个省统一成立南方电网 由剩下的省市统一化归国家电网 2009年 由于煤炭资源丰富 内蒙古还单独创办了蒙能集团 成为国内第三家独立电网 2021年 内蒙古净输出电量接近1995亿千瓦时 位居全国第一 新的电网架构方便了电网的跨区域掉电 中国电力已经变成了下同一盘旗 同一个电网内可以真正做到 哪里缺电、哪里补 中国还可以通过电网资源调配电能出口到邻国 不仅如此 从2021年起 中国就开始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 主要包括了太阳能、核能、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风力太阳能发电的比例 2021年风力太阳能等新能源占总发电量的11% 截至2022年 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50% 其中水电装机量已占全球的29.6%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完成1.63万亿千瓦时 在2017年已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26.2% 目前中国清洁能源的发电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清洁能源发电不仅省钱环保 还践行了中国在碳中和和碳排放方面的承诺 面对双碳这个全人类目标 使用可持续的电力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镜需要点赞,按理讯区 使用可持续的电力之后 明镜需要点赞,按扮,指望